當然是蓋房子,不用說話,是蓋房子最好 當然了,這麼大,供應這麼少人去玩 你不用怕,旁邊左右,大陸,深圳全部都有很多 那些比這個更大,多少會都不知道 這個,全面糞 高爾夫球場,好像很少眾的運動 可以讓更多人用這個治癒 我覺得兩學水旗流行的,很多議題都是 現在急切需要的是很多人需要公安 而少部分人需要這個運動 所以我覺得是看大部份人的需要多些 我想現在香港,應該需要更多的土地 這些錢都是高尚人的懷疑 都是一些很少眾很少眾的人才有得用 為了大眾著想,都是需要這樣的 我想取捨來的 問題是,你值不值得為了那小小的人 用這些這麼珍貴的土地去做這些行為 一人一點,不要分開它 一人一點娛樂一下 大家也住一下就好 平昏春色 你還要給人家有些運動 不可以以為都沒有 保留高爾夫球場 起碼空氣清新一些 還有空間感大一些 你建了那麼多房子住宅 那麼密度那麼高 我覺得對市民不太公平 起樓其實雖然是很供不過求 就是很需要 但是密度太多 沒有空間讓市民去活動 我覺得有時候太密的樓 好像市區森林那樣 多密的樓